第九区 人类无法和这群外星人沟通 也研究不出个所以然来 所以只能把他们当作难民来处理 把他们集合在一个区域内 美其名曰第九区 一转眼 人类就和外星人一起生活了二十年 外星人也不断繁殖出大量的后代 然而文化上的差异 让人类越来越讨厌这群外星人 于是决定把他们迁徙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是一个名叫 MNU的跨国联合组织 MNU表面上与外星人交流 实际上却是一直想要掌控外星人的武器 以此获得巨大的利润 但外星武器只能由外星人使用 MNU也是很头疼 不久 组织就派出一个叫狗蛋的年轻人 去执行这一任务 狗蛋也是这个组织领导的女婿 她认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 于是狗蛋就带着一群人来到了第九区 并逼迫一些外星人签署搬迁协议 人类总是这么的虚伪 有外星人的时候坑外星人 没外星人的时候坑自己人 狗蛋来到了其中一个外星人的家 无意间发现一根不明金属液体棒 乱摸一通后 突然被喷出的液体射了一脸 狗蛋觉得这个液体很可疑 索性带回去检测一下 本着尽职尽责的精神 狗蛋赶往了下一家外星人 但是在路上开始吐了起来 可狗蛋觉得自己毕竟是年轻人嘛 吐一下也没事 顺便吃了点东西 可吃着吃着就开始流起了鼻血 这一下任务只能停止了 回到组织后 狗蛋发现自己的支架也掉了 简单包扎了一下之后就回了家 回家后的狗蛋参加了 妻子为他准备的升职派对 但在切蛋糕时又吐了 而且吐的颜色很怪 突然就晕了过去 怎么个情况这是 送往医院后 医生剪开了狗蛋手上的包扎 却发现狗蛋的一只手 已经变得和外星人一样了 这可吓坏了众人 为了调查真相 狗蛋被送往了实验室检查 这可是很珍贵的实验对象啊 检查后发现 狗蛋已经与外星人结合了 并且狗蛋的那只变异的手 可以任意使用外星武器 但接下来要发生的是 狗蛋就惨了 科学家准备做进一步的研究 而这个进一步研究 就是要对狗蛋进行活体解剖 狗蛋当然很不甘心了 直接从病床上跳了起来 挟持人质后成功逃了出来 他的丈人得知情况后 下达命令通缉狗蛋 还诬陷狗蛋私自与外星人交配 产生了变异 昔日的亲人朋友 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 此时的狗蛋肯定在想 当初为什么就那么的手剑 果然手剑毁一生啊 狗蛋没办法 只能到第九局 找外星人首领帮忙 首领告诉狗蛋 可以治好变异 但前提是 要找回之前拿走的 那根金属液体棒才行 狗蛋马上想到 液体棒就在组织那里 于是一人一瞎 就弄了两把武器后 杀到了组织 并成功抢回了那根液体棒 可到了关键时刻 外星首领掉链子了 他告诉狗蛋说 他要先用这个液体 启动母舰 先回一趟自己的星球 然后搬一些救兵 来拯救他的同类 但这一去 回来差不多要三年的时间 等他回来后 再帮狗蛋治疗 叫狗蛋还是先等等吧 狗蛋一听 立马傻眼了 去你的 这也太扣门了吧 你当我是傻子啊 一棒下去 打晕了这个坑爹的首领 然后狗蛋自己开着飞船逃跑了 但毕竟狗蛋不是外星人啊 飞船操控的也不是很熟练 所以很快就被军队打下来 狗蛋也被军队俘虏 准备送往总部 这时 生活在第九区的人类 黑帮团伙动了歪心思 成功救出了狗蛋 原来黑老大得知 狗蛋能够操控外星武器后 就一直对他的那只变异的手 恋恋不忘 并且认为吃啥补杀 所以打算砍掉狗蛋的手 当做晚餐吃掉 以为这样就可以操控外星武器 就在这时 外星首领的儿子 启动了一架机甲救出了狗蛋 狗蛋决定把外星首领也救出来 于是狗蛋就开始操控机甲 与军队展开了一场恶战 并成功救出了外星首领 在狗蛋的掩护下 外星首领和他儿子顺利登上了飞船 但是狗蛋却身受重伤 就在敌人要开枪的最后时刻 几个外星人窜了出来 解救了狗蛋 随后母舰也被启动 缓缓地离开了地球 几天过后 狗蛋也完全蜕变成了一只完整的外星人 他希望三年后的自己 能够再次变回人类 但是三年后 如果外星首领真的重返地球 人类又会面临什么样的灾难 那就不得而知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哦 拜拜